圣经中的旧约 主要是西伯来文和少数的亚兰文所写成 想要第一手认识圣经 挖掘更深圣经争议 学习西伯来文必不可少 透过每周一句圣经西伯来文解析 及灵修分享 陪伴你轻松学习西伯来文 欢迎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 西伯来文轻松读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西伯来文轻松读 这一回我们要带大家阅读的经文 在箴言的十五章二十八节 箴言十五章二十八节说 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 恶人的口吐出恶言 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 恶人的口吐出恶言 我们来看手上的讲义 讲义有四列 其中两列是西伯来文的原文 两列是它的中文翻译 我们先来把真言这一节经文呢 念几遍 我们来看第一列的第一个字 leif leif是心的意思 这个字很好学 就两个字母 第一个字母是西伯来文字母的lamet lamet发音发le的音 而它下面接的这平行两点的这个母音 是长母音 a的音 所以是leif le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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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字是西伯来文字母的bet 但是因为它中间没有一个黑点 所以它的发音是比较轻的腐 leif leif 心 心脏的心 leif 再来往下一个字是tadik tadik 就是义人的意思 义人 义是公义的义 义人 tadik tadik有四个字母要学习 第一个字母是西伯来文字母的tadik tadik tadik呢 在发音上发此的音 此的音 此的音加上下面的这一个短母音a 是 tad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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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第二个字母 是西伯来文字母dalet dalet中间有个黑点 是发重音 但是d 这个dalet的这个d的这个音呢 发重音它还是d 这个dalet呢 下面呢有一个圆点 然后左方有一撇 这个一点圆点跟左上方的一撇 是一个组合母音 是长母音e 所以是得意地 tadik的地 而最后一个字母呢 是kof kof 西伯来文字母的kof 发音发k的音 它没有结母音 所以它就是单一一个k的音 放在字尾 所以这整个字发音上就是tadik tadik tadik tadik是指一人的意思 再来往下看一个字 eg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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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是沉思的意思 沉思 就是经文所说的思量 沉思思量 egei有四个字母 第一个字母是西伯来文字母的yod yod呢 是发音 是发e的音 e的音 e加上下面的这一个小葡萄 是短母音e 所以是e ae yei egei的ye 而第二个字母呢 是西伯来文字母hey 第四个字母也是 那这个字母呢 hey发音发和的音 和的音 这第二个字母的这个hey呢 它下面有两点冒号 它是不发音的 因为前面第一个字母的母音 是短母音 所以这是egei 也就是说 这第二个字母的这个hey 它是发和的音 那egei 这个发和好像就跳过去了 egei 再我们看下一个字母是gei mo gei mo 西伯来文字母的这个gei mo呢 它发音发个的音 它中间有个黑点 个发中音还是个 然后它接的母音是短母音a 所以是gei g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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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最后一个字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hey发和的音 它放字尾 所以感觉上就是没有在发音 egei 沉思的意思 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字叫la'anot la'anot就是回答 回答 经文上说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 刚刚的egei是思量 沉思 而后面的这个la'anot是回答 la'anot有五个字母要学 第一个字母是西伯来文字母的la'met 发音发了的音 加上下面的短母音a 所以是la'anot的la 再来第二个字母是a'in 西伯来文字母a'in a'in是末音字母 它不发音 但是它下面的这个短母音a要发音 而这个下面的短母音 它的发音是声 声音是蛮短处的 就la'anot a a a的这个音 la'anot的a 再来第三个字母是西伯来文字母nun nun在发音上是发ne的音 ne的音 它左边的这一个是长母音o 它是一个母音字母 所以是ne 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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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anot 那最后一个字母是tuff 西伯来文字母的tuff 它放字尾 就是单发一个音t的音 la'a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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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if tzadik yege la'anot 就是指 义人的心 思量如何回答 leif是心的意思 tadik是义人 所以 leif tzadik是义人的心 那 yege la'anot 就是思量如何回答 yege la'anot 成思如何回答 leif tzadik yege la'anot 再来我们看下一列 下一列的第一个字 叫做ufi ufi 是口 口 恶人的口 的口 就是嘴巴 口 ufi ufi 有两个字母 第一个字母 是 vaf 中间加一点 它跟母音字母的u 是同音的 ufi ufi 再来看第二个字母 是希伯来文字母的pe 但是因为它中间没有个黑点 所以它是fe fe fe呢 发音发 f的音 f的音 f的音加上它下面的这个一点 跟左上方的一撇 是组合母音 查母音 i 所以变成是 f加上i 就变fe ufi ufi 是嘴巴 口 的意思 嘴巴 口 的意思 再来下面一个字 义人的对反 就是恶人 rush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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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呢 它有四个字母 要学 第一个字母 是希伯来文字母 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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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过了 它的发音很像英文的r 在开头 然后它下面的这个冒号发r的音 所以是r e的这个音叫r rushaim 的r 再来第二个字母 是希伯来文字母的shin 因为它的点在右上方 所以是shin shin 发sh的音 加上下面的小T 是长母音r 所以是shu rushaim rushaim 的shin rushaim 的shin 再来第三个字母 是希伯来文字母的 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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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m是末音字母 它不发音 可是它下面的这个黑点 跟左上方的一撇 是长母音i 所以它要发e的音 e的音 rushaim 的e的那个音 而最后一个字母是 希伯来文字母man 放字尾 所以它是发m的音 那e加上m 就变成im rushaim 恶人 恶人 恶人的意思 u fi rushaim 是指恶人的口 恶人的口 u fi rushaim 再往下看第三个字 叫yabiyah yabiyah是喷出来 喷出来 也就是经文所讲的 土出恶言的那个土出来 喷出来 yabiyah 有三个字母要学 第一个字母是yod 希伯来文字母的yod yod我们刚刚有讲过 它是发e的音 然后它下面的是短母音 a 所以yabiyah yabiyah的yabiyah yabiyah的yabiyah a的音加上下面的一点 跟左上方的一撇 是长母音的这个组合母音 所以它是biyabiyah的biyah yabiyah的biyah 最后一个字母是aim 末音字母aim aim不发音 可是它下面的这个短母音a 要发音 所以变成yabiyah yabiyah yabiyah就是喷出来的意思 吐出来的意思 二人的口喷出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要学的 第二列的最后一个字 叫raot raot就是邪恶的意思 raot邪恶 这个字有四个字母要学 第一个字母是 rish rish rish这个字呢 我们刚前面有讲过 它相当于英文的r 放在前头 然后加上下面的小t母音是长母音a 所以是ra的这个音ra ra的这个音是ra ra 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字母是i 末音字母不发音 但是它左边的这个是母音字母 长母音o 所以是raot的o raot的o 而最后一个字母是tuff tuff 扳发一个音t放在后面 所以是raot raot raot就是邪恶的意思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wufi rishayim是指恶人的口 yabiyah 喷出raot邪恶 恶人的口 恶人的口 喷出邪恶 就是经文讲的 恶人的口吐出恶言 我们再来看几次 leif tzadik yegei la'anot leif 心 tzadik 义人 yegei 沉思 la'anot 回答 义人的心沉思着如何回答 而wufi rishayim 恶人的口 wufi是口 rishayim是恶人 恶人的口 yabiyah 喷出raot邪恶 就吐出恶言 恶人的口 吐出恶言 wufi rishayim yabiyah raot 这八个字 应该是比较好学的 leif tzadik yegei la'anot 义人的心 思考回答 沉思回答 wufi rishayim 恶人的口 yabiyah raot 喷出邪恶 leif 心 zadik yegei 成思 la'anot 回答 wufi ko rishayim 恶人 yabiyah pinchu raot 喜恶 leif tzadik yegei la'anot wufi rishayim yabiyah raot leif tzadik 跟wufi rishayim 是相对的 yegei la'anot 跟yabiyah raot 是相对的 一人的心 对上二人的口 leif tzadik wufi rishayim yegei la'anot 陈思回答 跟yabiyah raot 喷出邪恶 相对 yegei la'anot yabiyah raot leif tzadik yegei la'anot wufi rishayim yabiyah raot 圣地透过圣经 启示他自己 对圣经语言的 精确理解 可以增进 对上帝的认识 想在神的话语中 找到珍贵的宝藏吗 欢迎继续收听 向了老师主讲的 希伯来文 轻松读 再来往下 我们要看第二个部分 就是针对这一节经文的 一些解析 人生的智慧呢 体现在方方面面 谈到智慧呢 总少不了言语上的智慧 说话要恰到好处 应对他人的言语 也要把握分寸 不只自己要说得痛快 也要借着恰逢其实的言语 造就一份美好的人际关系 说话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学习智慧最常见的途径 有智慧的人呢 会以谦卑的态度 先学习正确的聆听 然后他也懂得 管制自己的情绪 晓得如何抓住 合适的时机跟方式 来说话 而且他们在说之前呢 是深思熟虑 想过前因后果才说出来 所以不轻易伤害人 而没有智慧的人 未曾思考就脱口而出 不管后果 自意伤人 往往呢 也是为了自身利益来开口 从不照旧他人的生命 反而呢 是毁坏关系 真言15章28节说 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 恶人的口吐出恶言 一人的生命是有感染力的生命 包括内在以及外显的生命 圣经上也说 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这个是指内在的生命 一种敬虔爱神 被神的道所塑造的生命 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 思量是指 所想的竟都是不自私 指思量关心和建立 造就别人的事 思量也指 小心谨慎言辞 以至于口里所出的 能够容神一人 而外显的生命 是指一人思量 如何回答 跟建立别人的生命 恶人就不是这样了 他们远离神 犯罪作恶 自私自利 他们的口吐出恶言 因为他们也不需要想到 如何荣耀神 所以 说话常常冲口而出 不用思考 容易伤害到别人 而且往往他们吐出来的话 都是制造纷争 或者是伤害的言语 因此 真言也说 耶和华恨恶恶恶人 厌弃他们祈祷的 但是却喜悦义人 并且乐意垂听他们的祷告 针对 针对真言的这一节经文 还有三个中文版本的翻译 还蛮容易懂的 第一个是现代中文译本 把这句话翻译成 正直人三思而后回答 邪恶人对答如流 而惹祸 第二个版本是当代圣经 翻译成 义人三间其口 谨慎言语 恶人却信口词黄 口出恶言 而最后一个思考译本 就翻译成 义人的心 只莫思善事 恶人的口 只吐露恶语 这三个版本呢 不知道听众觉得 哪一个比较贴切 圣经上也说 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义人跟恶人的心思不一样 言语自然也不一样 义人的心地正直 只莫思善事 他说话有分寸 三思而后行 三思而后言 恶人不思不想 信口词黄 虽然有时候对答如流 但是却因口出恶言 开罪于人 而一直不断地惹祸事上身 在雅各书里面呢 雅各也勉励说 舌头在白体里面是最小的 却能够说大话 看啊 最小的火 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的白体中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够污秽全身 也能够把生命的轮子 点起来 而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因此呢 我们要谨慎言语 因为谨守口舌的 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 我们要常做准备 用温柔敬畏的心 来回答个人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把这一节经文的原文 多念几次 好让听众们更熟悉 Leif Tzadik Yegel Anot Ufi Roshain Yabiyah Raot Leif Tzadik 是指一人的心 Yegel Anot 是指沉思 回答 Ufi Roshain 是指恶人的口 Yabiyah Raot 是指喷出邪恶 Leif 心 Tzadik 一人 Yegel 成思 Leanot 回答 Ufi 是口 Roshain 是恶人 Yabiyah 是喷出 Raot 是邪恶 Leif Tzadik 对上 Ufi Roshain 就是指一人的心 对上恶人的口 Yegel 对上Yabiyah 就是沉思 对上喷出 Leanot 对上Raot 就是回答 对上邪恶 Leif Tzadik 一人的心 Yegel Anot 沉思如何回答 Ufi Roshain 二人的口 Yabiyah Raot Le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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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zadik Leif Tzadik Yegel Anot Yegel Anot Zad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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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